第十七节 贵客 胡杰发病突然又那么严重,把胡泽玉夫妻吓得个半死 他们先请了周老先生,周老爷子六十多岁,是严林府名气不小的大夫 可是周老爷子看完胡杰的情况就走了 第二天,胡泽玉又请了夏老先生 夏老先生同样没有后脉开房子,看了眼就摆手说不行 他也走了 正称这般,滴水不入,有机不得下,如何治病啊 两位老大夫都这样说 老朽才疏学浅,不能救治小姐 抬手令,贫他人吧 胡太太就捂住嘴,呜呜地哭了起来 内伤却不能服下药剂,这如何治病啊 胡泽玉送走了大夫,又去请其他大夫 只可惜那些大夫耳尖,都听闻了胡小姐病情诡异且凶险 连周老先生和夏老先生都不敢耗脉,就个个都没有把握,不肯出手了 半个月前,宋大太太的病,让严陵府的大夫们都长了记性 这种疑难杂症,千万别出手,治得好,没有功劳,治不好却砸招牌,吃力不讨好啊 滴水不能进,这就是绝症了 胡泽玉一脸愁色回到了太守府 胡太太问怎么回事 大夫呢?胡泽玉把情况说了一遍,胡太太就放声大哭 哎哟,这些个佣衣,一个个做缩头乌龟,见死不就,该断姿结孙的 宋大太太的病,就是顾家老爷子治好的 你去求她,要是劫而不中用,我也跟她去了 可是,那位老爷子,已经不出诊了呀 胡泽玉为难,人家大夫不问诊,也是自保 胡太太诅咒人家断子断孙,有点过分了 不过,太世情急之下,口不择言,胡泽玉没有计较太多 可是,请酷家老爷子 胡泽玉直觉他是请不动的 这不是出诊,这是救命啊 胡太太哭得更加稀里 你快去,她若是真的不救,我就撞死在他们顾家门前 胡泽玉看着床上的女儿,原本那么美丽,如今面目全非 脸脸肿得不像样子,唇色青乌,似垂死之人 她心底大痛,有一丝希望就该去试试的 想着她起身要去顾家 其实,端午节那天,顾家七小姐看过杰儿 一旁沉默不语的胡泽,突然道 她说,杰儿要小心,应该认真地看个大夫 吃些牛黄色香,否则就猴臂之争 胡泽玉脚步猛然停了下来,胡太太也不哭了 夫妻俩目光紧紧地盯着胡说 你怎么近日才说呀 胡太太大怒,倘若你早点告诉娘 娘给你妹妹请了大夫,也不至于如今这般凶险 要是妹妹有个三长两短,都是你的不是 她怪儿子不理用,胡卓心里就不菲 妹妹那么见狼,看不出丝毫病态 让你给她找个大夫,你定又要骂我诅咒妹妹的 到时候还说我被顾家七小姐迷了心窍 听信她的胡说八道,又是一番唠叨 这些话胡卓是不敢说的,她指示道 顾家七小姐没有好迈,她就是那么看了眼妹妹 就说了那么一番话 我只当她是戏能妹妹 胡太太又是一愣,她眼底亮起的金光 缓缓按了下去 像赵道员那样的神医,都要好迈问诊 看见就说出病症,那不是胡说八道吗 既然胡说八道都说准了顾家七小姐那张乌鸦嘴 胡太太太在心里大骂顾紧之 你快去,快去请顾老爷子来 胡太太见胡泽玉还在那里思量着什么 就大声地道 吉儿这病,许就是顾家的小提子诅咒的 要是吉儿有事,我跟他们顾家没完 胡泽玉就快步地往外走 她倒不是被胡太太威胁的 她精明过人 从儿子胡卓的话里听出了几分不同寻常 顾家七小姐不用好迈,就能看准病因 这等本事,哪怕是赵道员也要让几分吧 前些日子传言说 顾家七小姐治好了宋大太太的完疾 大家都只当是玩笑话 胡泽玉也当玩笑 直到这一刻,她才饥饿 也许真的是事实呢 宋大太太的病,满延龄的大夫都治不好 若真是被顾家七小姐看好了 这份医术,当真了得呀 顾家七小姐知道病因,最有法子,治吉儿 她恨不能累下生斥,立马飞到马元向顾家去 马元向顾家,顾紧之,正跟着祖父念书 父亲顾严真身边的小丝丝尖跑了来,跟祖父说 来了两位贵客,三爷请在外院喝茶 他们说想见见国公爷 老爷子是说过不见客的 顾严真知道老爷子的脾气 要不是那两位贵客身份特殊 也不会抢了小丝来问 老爷子半傻没有接话 丝尖忐忑地站在一旁 给顾紧之使眼色 让他帮着说说好话 顾紧之就笑,并不开口 贵客,从哪里来的 而后老爷子才问 一个是从南苍府来的 一个是卢州府来的 司机立马道 这肯定是顾严真提前交代过的 南苍就是后世江西南苍 卢州是安徽合肥 这两个地方的人怎么凑到了一起呢 应该是从戒到严林 往京城去的吧 啊,进过来吧 顾老爷子又是犹豫 最后才勉强说道 那勉强声中带着暗暗叹气 能让顾老爷子不得不见的人 来头不小啊 是南苍王和卢阳王吗 顾紧之和尚书 准备告辞 老爷子却瞪了他一眼 藤条戒指挥过来 戳他的书 你去背书 他虽然快满十二了 大姑娘的特征却没有发育 所以说着双计 像个小丫头 看到他 只会觉得 他是个清秀的小丫头骗子 而不是个美丽姑娘 祖父不像母亲那么敏感 总觉得他还是个猛斗右头 不需要避男女之嫌 况且 他将来从一 顾紧之就重新坐下 翻了书来 默默背诵 过了两个庄 父亲顾严真 带着两个男子 进了祖父的小院 顾紧之坐在书案前 一抬头就能看到 他搁在画铃木书案上的手指 书然一紧 一双手紧紧地攥了起来 然后他又快速地放开 他看到了一张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的脸 一双手紧地攥了起来 一双手紧地攥了起来